大家好朋友们 12月9号礼拜四 现在是18点45分了 这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么一段文字 大家看一看 延迟退休 方案基本敲定 部分员工 就是部分类别的人员 部分岗位 部分行业 部分员工可早退休 这个谁能早退休呢 第一类公务员 反正左右都是人家占便宜 人家上班 是吧 比你这个事业单位也高 比这个一般的国企 央企也高 比你私企 那更是高的不挨着 是吧 用我们老家白洋店的话 叫不耐着 北京话叫不挨着 是吧 拉出你好几条街去 让你望尘莫及 和老百姓之间是天壤之别 是吧 退了休 人家拿的还是高 人家永远是高 是吧 永远是高 所以呢 左右都是人家合适 人家就是自己人亲的热的 你就是外人 是吧 哎 第一类公务员 第二类高危行业的从业者 就是那些比较危险的 是吧 这个高危行业 消防队算吧 什么化工厂 这个 是吧 原来我哥在北京化工二厂 那是确实 那个 有的时候还死人 发生一些化工原料的泄漏 有一次我哥哥他们的同事死了几个 我哥回家来哇哇哭 后来死活 从那单位辞职了 过了若干年 他们的很多同事得肝癌的 就是中毒了挺多的 还有的比较轻微的是结巴 说话结巴啊 高危行业啊 高危行业汽车驾驶员算不算呀 开那种油罐车 液化气的车 是吧 高危行业啊 还有那个天空上 不叫天空 在高楼上 那个蜘蛛人 给人家那个清洗楼房外立面的 这算不算呀 是吧 呃 谁还知道给我补充补充啊 高危行业啊 可能我有点孤陋寡闻哈 第三类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人员 是吧 因病啊 这种情况有的是职业病 有的是污染 是吧 这种是值得同情的 在工作当中 我的表弟 我老舅家的 呃 我有一个表姐 两个表哥 还有一个表弟 我这个表弟呢 他才比我小两个来月 我们俩是同一年的啊 同一个属性 他后来上班在湖北省实验室 在一个汽车轮胎厂 实验部号称汽车城吗 他有一个手指头就干活 受了工伤 就手指头缺了一截 他这就算比较轻微的残疾吧 比较轻微的 但是现在那个厂子已经黄了 都给他们买断了 他前几年吧 不到五十岁 四十多岁 他跟他媳妇都是那单位的 然后这两口子都下岗了 都下岗了啊 湖北实验我去过 09年吧 09年10年啊 我忘了 可能09年啊 那会我老舅还住在那个 那个湖北实验 我去看我老舅 然后我表弟 住在我表弟家住了几天啊 好吧朋友们啊 大概就这样子了啊 就这么一个方案啊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去看我了